蔣曉農經濟大陸 今年以來 澳洲頻頻遭受中共經濟打壓 著名經濟學家程曉農表示 澳洲批評了中共的人權問題 中共就指責澳洲干預中國內政 而中共干預澳洲增強國防力量 干涉澳洲內政 卻不允許其他任何國家批評 乖乖地靠邊站 什麼意思 就是我要和美國對抗 你們其他國家 你必須站到我這兒來 否則我就碾壓你 這是什麼口吻呢 這個霸權口吻 近期遭受中共打壓的不只是澳洲 據報導 中共海岸警衛隊11月始入 並停泊在婆羅州以北海域的北康暗殺 北康暗殺被馬來西亞視為該國經濟海域範圍 馬中雙方因此在南海罕見對峙 程曉農說 中共這些動作背後 真正的目標是美國 但它現在不具備和美國開戰的能力 程曉農指出 中共為此制定了一個三步走的計劃 第一步就是把中共核潛艇從水深較前的渤海和黃海 轉移到海南島 在三亞榆林港附近修建一個水下核潛艇基地 這樣就避免在潛水域活動時被空中衛星偵測到暴露行蹤 第二步就是在南海大規模的造人造島 第三步就是為南海深海堡壘裡的核潛艇 找好出發的航線 程曉農分析 中共如果想從南海出發襲擊美國 只有三條路可走 一條是東北走 從臺灣西南海域進入巴士海峽 二是向東南走 穿過菲律賓群島進入蘇拉威西海 進入印尼、菲律賓之間的深海區 三是從南海最南端往西南走 照過加里曼島、往南到印尼的爪哇海 向東進入澳洲和巴布亞島之間 抵達珊瑚海深水區 程曉農發現中美兩國海軍今年9到10月 在臺灣西南海域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較量 美軍想瞭解中共核潛艇的情況及如何防範 而中共發現 臺灣西南海域和巴士海峽這條路 已經被美國盯上 澳洲7月公布新版國防戰略報告 未來10年澳洲將持資2700億澳元升級國防 澳大利亞《人報》指出 澳洲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就是為了抵禦中共 同時特別增加了一項 加強對海底水下的監測裝置的使用 這個意思就是要想辦法監控 在水下潛航的中共的核潛艇 而這件事讓中共非常惱火 如果澳大利亞的計畫逐步實施 中共對美國構成這個軍事壓力的這個企圖 就會破產 所以呢 中共下決心要用經濟打擊去威脅澳大利亞 程曉農表示 如果澳洲被中共壓服 整個東南亞可能會出現雪崩效應 越來越多國家向中共屈服 從目前來看 澳洲已經做好準備 捍衛國家安全 美國也在採取行動 目前美國正在重建第一艦隊 預計將部署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會處 程曉農指出 第一艦隊負責防禦的海域 正是中共潛艇從南海深海堡壘區往南走 航道鎖經海域